大家好,我是老李,今天我们继续分享色光的三原色,那么什么叫原色呢?所谓的原色就是这种颜色不可以再次混合了,比如说黄色和阳红就混合不出来红色,同样黄色和绿色也混合不出来中间色,那么其他部分的颜色是怎么混合的呢? 当然也是由这三个颜色,R,J,B,三个原色来混合的,三个原色含量多少来形成变化万千的颜色,不可能再用二次色进行混合,只有原色和原色之间可以混合,这就是光线的混合,而不是颜料的混合,大家一定要弄清楚。 那好,我们打开一张照片来看看,我们如何在色彩元素复杂的照片中提取三原色呢? 我们选择Photoshop中右侧面板中的通道,我们就可以看到有四个通道,这四个通道分别是RGB的复合通道,也就是三个原色相加后的通道。 我们也能看到同时有红绿蓝三个单独的通道,我们逐一点选下面的三个通道,看看有什么变化。 当我们选择单色的红色通道后,我们发现照片变成了黑白的,明暗也发生了变化。 这是为什么呢?其实通道中的表现是每个色彩的亮度,我们选择的是红色的单色通道,在这里所显示的是红色通道,在照片中各个区域的不同亮度。 我们单独选绿色通道,或者单独选蓝色的通道,也是表现了照片的明暗变化。 这就是在单独的通道下,它只显示亮度,而不显示颜色。我现在点选红色的单色通道,同时我再多开启一个绿色通道。 我们来看看会有什么不一样。当我同时开启了两个单色通道,画面就不是黑白的了,而是出现了色彩。 这就牵扯到我前面所说的RGB的加色原理。我们来看这张图,红色加绿色得出什么颜色呢? 当然是黄色了。我们再回过来看看这张照片,是不是只有红绿黄这三种颜色呢? 我们再留心观察一下,这张照片与原片进行对比,缺少了什么颜色呢?经过对比,我们能发现这里缺少蓝色。 道理很简单,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开启蓝色的通道,正因为三元色中缺少了蓝色,那自然也就无法得出蓝色与红色,蓝色与绿色相交所产生的新颜色,阳红和青色。 我们看看这张照片,是不是没有阳红和青色这两种颜色呢? 我们把所有的单色通道都加回来,还原成照片本身的颜色。 接下来,我们利用涂层,来模拟一下三元色在照片中的构成原理。 我们点击Photoshop中右边面板中的通道,在通道中,我们只选择红色。 我们按住Ctrl键,把红色的区域点选出来。 然后我们返回图层,在下边的小太极图标中,我们选择纯色。 在实测器中,我们可以看到RGB这三个选项。 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,R代表红色,G代表绿色,B代表蓝色。 我们现在只给红色通道,加上数值2555。 我们在上面可以看到,这里已经变成了纯红色。 我们为什么要把R值输成255呢? 因为255是最饱满的数值。 输入完成后,我们按下确定。 然后我们先把前面的小眼睛关掉。 回到通道,对绿色进行提取。 点击图层。 通过我们的重复操作,把RGB三个原色给提取了出来。 接下来,我们把这三个颜色加起来。 发现,跟圆图也差的太多了。 我们先看看圆图是什么样子的。 而三种颜色相加,怎么会是这样呢? 接下来,我们把它的正常模式改为绿色。 因为它是色光。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颜色了。 但是,与圆图的差距仍然是很大。 这是因为这三个是色光。 色光要投射时,要有个表面。 所以,我们要给它一个没有颜色的表面。 那就是黑色。 我们复制一个背景图层。 把背景图层填充为黑色。 当我们加上黑色表面后,我们再来看一下。 现在这张图就和原图一模一样了。 我们逐个关闭图层前面的预览小眼睛。 只留下一个颜色的图层。 看一下就明白了。 这是红色的。 这是绿色的。 这是蓝色的。 是不是每一个图层都是单一的颜色? 所表现的颜色,与我们的通道中一致吧? 和我前面所说的色光三原色也是一致的。 我们把颜色都加回来。 一张正常颜色的照片又出现了。 兜了这么一大圈,就是想告诉大家。 我们摄影中的色光三原色,其实不难理解。 就是这么点事儿。 当然了,这也只是我的一家之言。 不知道大家看明白了没有? 好,我是老李,非常感谢大家收看。 我们下次见! 首先慢慢来都会回来。 我很想颜色。 对我让所有颜色是这样。 但是现在我看她看得很久了! 我用了一点点这个颜色。 你不懂得平凡的颜色。 可以不能肯定。 就是一变脸。